大家好,这里是穷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发达的经济体,吸引了全球人才前往就业 虽然该国拥有590亿万人口,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二的360亿万是该国公民 其他超过三分之一是永久居民与外籍劳工,非公民的比例高得下人 众所周知,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目前是全球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国家 尽管如此,新加坡的治安却名列世界前茅,在优良治安的背后 不只有贯彻公平的法治体系,还有着高度专业化的警察与辅警协助管理 2017年,新加坡甚至祭出高薪,招募台湾人过去担任辅警 如今7个年头过去,一些台湾籍辅警陆续求去 后续也有越来越少人加入行列 本期影片就一起来聊聊,新加坡的高薪辅警为何留不住人 受到先天地理与人口限制 新加坡的人力资源运用必须更为精准 因此发展出政府委外模式 将部分警察权力授权给私人保存公司 并透过专法与合约规范 将这类武装保存转换成执行维安的辅助警察 这个历史最早可追溯回1956年英国殖民时期 当时的民航局成立机场保安部队 负责巴尔利巴机场的警卫与巡逻工作 新加坡辅警早期的勤务范围 主要负责机场与港口的安检 由于该国常被警力长期严重不足 在2000年代初期修法以后 新加坡的辅警可在全境之勤 包括银行、政府部门、发电厂等重要地点 特殊训练后还被允许携带并使用枪械 与其他国家辅警有极大的差异 尽管如此 新加坡的辅警还是长期缺人 他们很早就从马来西亚引进人力 前几年再度放宽限制 部分机构获准开放从台湾招募辅警 当前的新加坡 共有5个或政府授权的辅警部队 其中祥阴保全、策安保全 以及新强集团这3间公司 获准使用台湾籍辅助警察 自2016年12月起 陆续到台湾的大专院校举行招募活动 以策安保全机构为例 该公司2017年宣布 希望招聘120名具有大学学历 年龄介于20到40岁 熟悉英语的台湾人才 当时他们开出的入职条件 包括免费住宿 2575新元底薪 和100元新元津贴 远比当时台湾劳动部 公布大学毕业生 新台币28000元的起薪高出许多 此外 双方一旦签订两年合约 即可获得2000新元的入队奖金 两年完成合约后 再加码2000新元 相对优渥的薪资 以及高额加班费等待遇 加上合约是两年1000 合约期长兼具保障与联合性 让许多台湾应届生跃跃欲续 最早一批台湾籍服务警 在2017年中旬 完训并开始执勤 新加坡政府2018年进一步核准 台湾服务警参与 乌兰与大市关卡的助手任务 这是该国首度批准 外国籍服务警参与这两处 关卡的维安工作 这两处是新马路路连接的关卡 有鉴于此处的机敏性质 故往只能由新加坡籍服务警驻守 大马公民不适合派驻 也因此才锁定第三方的台湾人 然而 在开放引进台湾服务警一段时间后 有一个问题逐渐浮现 业界发现 服务警这行犯 不但新加坡本地人嫌恶 马来西亚人不爱做 就连高薪请来的台湾人 一样也留不住 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 新梅红蚂蚁 访问到离职的台籍服务警Brown 后者表示 台湾服务警大多被分派到 勤务工作最操累的乌栏关卡 首批台机服务警 结训以后 40多人中就有30人被调去乌栏 相比之下 机场监狱虽然一样劳累 好歹还有室内冷气 在乌栏关卡 却得整天受到烈日曝晒 还得爬上爬下 检查公车与卡车 不仅体力耗费惊人 勤务内容更脱离 当初宣称的工作简单 自然让不少人大呼上当 我们细看待遇 服务警的底薪加上津贴 月薪可达2675新元 账面看来虽然不低 但细看工作内容 其实就是干出来的结果 官方原本宣称 每天工作11小时就一步短 再加上背勤时间 实则多达13.5小时 等于每天除了工作外 只有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可以自由运用 除了长工时 服务警还得轮掉日夜班 立日下爬公车也很操劳 再加上日夜轮掉这种违反作息的痛苦 难怪会成为新加坡 狗都不干的嫌务工作 此外 月薪2675新元 在新加坡也称不上高薪 按照该国规定 能获取低收补助的门槛 年收为28000新元 拆成月薪 大约是2300新元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 服务警的那点收入 其实只高过低收门槛一点 回到现实层面 第一批捷讯的台湾服务警 被调到乌栏关卡的30多人中 经过一年半时间 留下的只剩不到10人 阵亡率高得惊人 这背后除了工作辛劳 带来的倦退感 更关键的 可能还是与想象不符的严重落差 有台湾服务警就抱怨 当时的招募广告 存在灌水与美化的嫌疑 刻意将新加坡服务警 包装成一种领取高薪 并在机场轻松工作的差事 让应试者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自己的工作地点 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仪机场 可以吹冷气上班 结果到新加坡捷讯完成后 却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要顶着东南亚的烈日曝晒 工时又长 内容完全不像宣称的那样高兴与轻松 对于这些台湾服务警来说 他们可是第一批先行者 没有前辈的经验 更没有相关资料可查 在只接受片面资讯的状态下 便选择参与 现实与想象出现巨大落差 不但自己做的挣扎更大赶浪费时间 看在前辅警Bron眼里 劳力换取收入虽然不差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 这份工作并不会对个人的职业带来帮助 即使新加坡辅警要通过证照考试 但工作内容机械化又过于单纯 为了换了跑道 这份经验大概率派不上用场 但Bron也直言 他对这份工作的评价相当中立 不会特别推荐 但也不会劝退 重点还是在参与者是否对工作内容有正确的认知 我们进一步翻查资料 台湾一份硕士论文 标题为 新加坡辅助警察制度研究 以台积附警为例 就实际访问了多名台积附警 结论与前面介绍的相同 多数人起满不愿意续钱 关键就是严峻的工作环境与高工作时数 但这份访谈给出了另一条思路 多数台积附警虽然不喜欢这份工作 但大多数人在去了新加坡后 都不排斥申请新加坡永居 或进一步规划入籍 其中有数名辅警已试图申请永居 并在当地找寻更好的工作机会 也因此 看在研究者眼里 辅警工作可能成为台湾人移居新加坡的跳板 并以此吸引更多人报名 对于以上问题 新加坡当局目前仍将向台湾招募辅警是为例多 但政府也谈称如何补尽人力 并留住人才确实是个挑战 自2017到2023年间台积辅警数量锐减了六成 截至2023年11月底 全新加坡只剩下约70名台积辅警 目前新加坡内政部正考虑扩大招聘范围 从中国、印度、菲律宾与缅甸招聘辅警 但考量到安保工作的敏感性 目前该国仍在研判商议这项做法的利弊 总结来说 新加坡在长期缺工的情况下 连年致力招募台积辅警 担任该国的职谢安保工作 甚至派驻到精明场所 最初虽有大批台人响应 但由于宣传与实物上的落差 让不少台湾人约满选择离开岗位 至于这一切未来会如何发展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 好了 这集的穷社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社群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